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有听过我节目吗 当然当然 现在不止都不用看了 下班来服务一下大家 这时间 我一直想访问你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开直播了 欢迎上中广流行网 还有王伟忠的脸书 粉丝专业收看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王家人 我比较大十几岁 但是呢 十岁吧 但这两个王家人的发展呢 除了背景是军公教的孩子之外 个性啊 发展呢 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四年级生 五年级生 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呢 所以很有趣 然后我们做的工作呢 不管是传播啊 或者以前做过媒体啊 等等一路以来 又有一些接近 所以这个王伟华是很值得 跟我们一起来man's talk一下 王伟华你好 我中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戴着口罩 我想先把口罩拿下来 跟大家问候一下 叶明正身 叶明正身是王伟华 很抱歉 因为我最近有点感冒 所以为了保护工作人员 我还是把口罩戴上 刚才讲说很不一样 听你的开场就觉得不一样 你看你 我中文 我中 身若红中啊 我今天也是这个过敏体质 像鼻子不知道怎么搞的过敏 所以声音有点哑 以前就过敏吗 没有 我现在我用好几个 我可以好几个地方发音 就说话的话 我还可以脑门发音 模仿很多人 我是王伟华各位好 我们连一个地方发音都不清楚 您还可以好几个地方发音 厉害厉害 这一点我们也不一样了 你做事是我进做广播啊 或者是国外什么人来访问啊 或者书展啊 或者座船会啊 你每一次都非常非常仔细 听说你做广播 做一个广播 做一个节目 你要花个四五个小时准备资料的 我就是improvise 就是看看资料 用感觉做访问 improvise improvise好处啊 能够抓到一些天上飞过的流星 那我这准备的这一套 有时候不太靠谱 会太僵化了 可是可是你也很特别 我觉得你看啊 你是我是讲说 各位知道王文华是应该是 五六年级生 这个主流价值路上很重要的人 读建中 读台湾外文 然后呢到Stanford去读MBA 然后又到纽约东京做事 国外公司 回来又做MV的董事总经理 还做这个博伟吧 那叫什么 迪士尼公司的 迪士尼 又做外商公司 所以真的是高学历 英文也拿过奖 然后辩论也参加过 也办过杂志 然后还会讲法文 五六年级生下 你这样活得应该很快乐 可是你说你活得不快乐 你讲这些都是 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 我听你讲 我觉得罪过罪过罪过啊 现在快乐吗 现在比较快乐了 最大原因是跟你结婚有孩子的关系 完全就是这个原因 通常结婚会让人比较快乐 只不过我不知道 我太太有人变得比较快乐 这是一个很大转折 你是你从那个蛋白质女孩 写到2018最后的这个单身 最后单身的一年 活单身的最后一年 所以你单身结束才六年 六年 2018到现在二十对六年 所以五十几岁开头才结婚吗 才开始觉得自己活着吧 那你活着五十支天命了 你五十才结婚 糟糕太晚了 来不及了 这个你的同学朋友 或家里的压力 也多少会有吗 你那为什么那么晚结婚呢 是太爱自己还是 我觉得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我觉得晚婚的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太爱自己 于是融下一期空间 爱别人 但是呢 爱自己也包括爱自己的欠缺 所以到了某一点 你会发觉 原来我是有这么大的欠缺 为了爱自己 于是想要填补那个欠缺 然后发现 哇 人世间除了自己 还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东西 于是开始去追求 那我真的是一个最糟的案例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我如今也深深后悔 那我希望大家看 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模范 把我当作一个警惕 可是你年轻的时候 不管是读书啊 各方面来讲 还自己做事情 你很有主张的 对不对 一路有主张 可是对真正的自己的了解 可是真正的自己缺什么 最大的那一块 就我了解的比较晚 那个主张坦白讲 人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主张 工作学校学历 这些的主张是属于一部分的 就像你在学校的学业成绩一样 人生的主张 包括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组织怎么样的家庭 谁是对的人 这是需要另外一方面的智慧 那是很感性嘛 这一些智慧我是很惯熟的 你说过一句话 你说什么这个大东西 是你很你很感性的 小事物是很理性 是不是这样 那大东西感性的应该就是浪漫 然后找出对象 人生的真谛 那小事情就是 你就像说谁 你的学习跟很多东西 小事情就变得很理性了 你现在觉得 那个大事情跟小事情有没有变化 那当然有变化了 过去觉得大事情就是说 哎呀我要写书啊 我要做节目啊 我要改变世界 我要影响别人啊 现在发觉 其实这不是真正大事情 因为我这种个 我走了这50多年 您也走得比我长 我发现啊 最后真的启发了谁 影响了谁了 可能屈指可数 但是呢 真正在乎你的人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其实才是人生中 真正重要的大事情 所以我在满晚才了解 人生的优先顺序 但是我希望加进脚步 来改善我错过的东西 那你的文学跟你的写作 会去发展这方面吗 那当然 会反省你的错误的东西 你多久没看到我写 风花雪月 蛋白痴对孩子的东西了 我现在写我的母亲 写我的老师 写我的小孩 写我自己心里产生的变化 我看你在联合报专栏 很多是 抒发是从感性 回到理性的部分 比如说我前几天写了一篇 叫最遥远的七公分 是描述我一个老师 他九十几岁中风 台阶什么东西 厕所门槛的那七公分 没有办法跨过的 你七公分是很微小 但对我现在人生就来 我觉得他是一件大事 怎么样 我跟我的时代 以及我的长辈 我们去跨过那七公分 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进入长教的领域 是我关心的 可能十年前 我都在写风花雪月 现在我写最遥远的七公分 可是你这本书 年土爱积木 题目非常感性 内容都讲AI的 你还是很矛盾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矛盾 没关系 我们要访问你 如果大家都知道 王文华其实也不是像 他教课或干嘛 这么什么事情 都是一二三四五 他也有很多矛盾 大家平衡一点 非常多 要不然你的学历 各方面台大外文 然后有Stanford 你让很多人觉得在你后面追跑 那些都是假象了 也不见得是假象 那些50%是假象 但是到头来 我觉得价值观是相对的 那些可能是很多人认为重要的东西 但是坦白讲 今天2024年的3月11号 我坐在这里 那些对我的意义都非常有限 我现在跟你讲话 除了看你之外 我在看这个中 我小孩现在到底有没有准时吃饭 有没有胡闹 妈妈喂起来 会不会特别吃力 你接着访问就认真一点 我回到当下 你还想起小孩 我也是个小孩 我老小孩 你先关心关心我跟观众 我关心关心 你吃饭 有没有关心吃饭 你管我 不过你现在说起来 你的重心就变成家人 是是是 这跟你父亲过世有没有关系 那当然 我说我结婚之后才开始自己的人生 另外一个我常用来做的时间点 我父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 我觉得2000年 那是我已经三几岁了 但是我从我父亲过世之后才真正变成一个男人 我觉得三十几岁之前我比较像是一个男孩 现在三十几岁看起来很年轻 是啊 就好像不太能用时间来分 我觉得还是那个过程 父亲过世 当你生命中失去了一个你真正在乎 而且永远没有办法再获得的一个人 你爸爸是军人吗 对不对 他严不严格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开明的 所以我从小做什么选择 包括我高中成绩很好 我说我要念文主 他就说那你问文主 我大学念文主 我说我要出国学商 他说你学商 我说糟糕 这个学费很贵 我付不起 他说没关系 我们一定会有家里所有的积蓄来支持你 所以他从来没有用一个军人的方式管教我 所以你并没有那种patriarchy 那种父权主义下的长大 对不对 没有完全没有 妈妈比较严格 妈妈比较严格 我小时候在电脑玩具打电脑玩具 然后他就从旁边经过 他没有立刻把我拉走 他瞪了我一眼 回去之后再打我 这个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很像 就是母亲比较严 父亲反而比较松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你父亲走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温暖 或少了什么东西 或少了一个童话还是怎么样 我就少了我自己的一部分 因为相对来讲 我的个性跟我爸是比较像的 就是比较温和的 然后比较柔软的 等于说我完全继承了他的个性 那当他在我三几岁初期就走了之后 我对我三几岁之后的人生 就失去了一个楷模了 对对 跟我这部舞台剧 这个谢谢大家收看 讲的差不多 就是你没有role model了 我父亲是六十岁左右 六十多岁走的 那六十岁之前我知道他是村长 到处热心服务人 六几岁之后一个男人怎么过日子 我要自己跟自己学 对 当然我会去问我妈妈 爸爸在我这个年纪做了什么事 但是 你爸早昏了 早结婚了 不像你 对 归根究底是这个结构性的原因 OK 不过你是一个很微妙的人 你看你是NBA算是你的这个所学 外外也是你的所长 那文学呢 又是你的底子 就是你又喜欢文学 然后你有国际观 所以很多东西交错在一起 对你的思想 教科的时候叫国际观 然后自己就NBA所学 然后还文学底子 从你小时候就有 要写东西 这东西构成来讲 对你也丰富 也负担 也有趣 也麻烦 会不会 它是一群血肉模糊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 但对我来讲是非常真实的 我不太会去严格定义 说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商业 或是文学 或是戏剧 我一直以来的热情 就是说 希望我说的一些话 做的一些事 写的一些东西 能够给别人一些启发 让别人觉得 哇原来世界有这么美好的可能 原来人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如果别人从我的作品中 看出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说法来讲 觉得你哪一方面 给别人启发最多 是你的你读书的 当中Stanford 换句说累积的这么多国际经验 或者是这个做器官 做行动 还是你的文学作品 还是你的感性 还是你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调理分明 口才遍及 我觉得以上都是 因为我过去有这些不同领域 文学 戏剧 广播电视的经验 于是当我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能够很迅速的抓住他的精髓 然后我能用一个大部分人 可以了解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让别人也立刻了解 还有30秒 那对这些你启发别人的事情 你会很满意吗 还是很愉快吗 还是很自恋吗 还是觉得很舒服 自恋都没有 我觉得是愉快 会满足 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圈圈 让世界多了一点美好 不是自恋 有没有一点 现在没有了 50岁之前也许有吧 好 休息了 马上回来 可爱 会东西太多 所以你看我们在广告的时候 这个影片仍然继续在录 对 现在就是这样 会东西太多 会不会太太麻烦 就自己要去无存经 像你讲的 你看那本重启人生 他不是说吗 反正年纪越大 就开始消消消消消消 把自己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 不过不太一样 因为你呢 你真的比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比别人更认真 可是这个是真的全部兴趣使然吗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面向 因为你的生活面向 在你的文学作品里面可以看出部分 可是有些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 你真正那个你当下有孩子就家庭最快乐 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会让你 inspire你觉得很快乐 对应该不是那个结果让我快乐 就是说今天假设我深入研究这个东西 最后结果不好 当然会有些失落 但不至于让我不快乐 但我觉得那个过程中 把每件事情搞清楚 装到他的灵魂 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满足 这个还蛮好 在过程中满足就很过瘾了 因为你是不会永远不会亏本的生意吗 对你就走过这个过程 结果不重要 是是结果当然也重要 因为结果要做得好 才不会荷包 不会跟你一起做这些事情的人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控制 能够控制就是在过程之中 你永远百分之百 然后把心跟零放进去 所以你分不清楚哪一个这几项里面 哪一个是最喜欢的吧 我把它融合在 对我来讲没有好几项 对我来讲就这一项 那别人 就是王文华会的学问 就是这些东西 那别人提供给大家的 提供给大家的服务是这些 对 我能够带着大家在这个混乱 巨变的世界中 找出一些条理 然后用一些方法继续往下走 蛮好 我觉得台湾有你这样的人蛮好 帮我们整理很多东西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有些服务业 服务业 这个是一种服务业 完全是一种服务业 我们都像 我也是做服务业 娱乐业也是服务业 我是给大家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从当年我们做台北 好好玩到现在 二十多年始终如一 台北之音的时候 对啊 你不记得吗 当然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 民作家 民老师 民网络媒体 媒体者 民主持人 王文华 王文华是五六年期生里面 主流价值度上留学 书读的好 外商公司等等的发展 但那段时间他说他不快乐 经过这么多岁月 五十几岁了 结婚 有孩子 又重新体会自己的人生 他这个说五十之天命 慢慢了解快乐 是怎么或是怎么慢慢的体会 然后我就说台湾还蛮需要你这样的人 怎么说 你有很多底子吗 什么不管是MBA底子 外文的底子 文学底子 国际观底子 你上课 做网络媒体 来服务大家 很多人大家烦的话 就听听看王华怎么讲 的确 我觉得我这服务业做的蛮开心的 对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对不对 也可以跟别人合作 所以很多人 你也写专栏 很多人会请教你一些问题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成就 然后在别人请教你的过程中 你会发觉自己跟别人 特别是年轻世代的人 不同的关联 他们的关联会刺激你 做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不止在领域方面 我觉得我是大杂会 我觉得在世代方面 就是50岁的观点 40岁的观点 30岁的观点 我也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你说我到底在做什么 有时候讲不清楚 但是王华的观点 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这就是我会的东西 这是我讲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 但是有部分人就会有比较深刻的 你这些融合观众之后 当然另外一个是 现在你的家庭快乐 有孩子 有孩子 有妻子 你融合这些东西 你第一个观众或听众 会不会是你老婆 我的老婆 是我最远的观众 听众 他对把这本书 拼拼的一文不值 所以让我出版的时间 延迟了一年 这本书呢 王华想服务的是AI AI时代 人类如何胜出 叫黏土爱积木 为什么叫黏土爱积木呢 我觉得你现在 就是把理性感情放在一起 这个名字 跟这个书里面讲 都是AI的东西 是是是 叫黏土爱积木 是跟你孩子有关 有关 有一天 他几岁五六 他几岁四五岁 他喜欢玩 不喜欢收书的 孩子都这样 有时候我哄他睡完了之后 我自己才跑出来 帮他收东西 收东西累了 我就自己自己收书 睡着了 背上怎么卡亮的东西 拿出来 一个黏土 一个硬掉的积木 然后我突然恍然到 就像我中哥刚才讲的 这完全是理性与感性的象征 黏土是什么 像AI这些东西 他是经过网路上 大量数据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就像乐高黏土 一个一个给有固定形状 堆叠起来 他可以堆叠得很漂亮 但他毕竟是有固定形状 堆叠的 人 是黏土 捏的 你看王华也说 捏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一样 他还在持续的捏 所以当下我想到 在AI时代 人应该怎么走 就是黏土挨积木 我很惨 我都是捏出来的 我没有积木 我没有积木在里面 你们这台比较好 尤其你有努力 所以积木跟黏土 都混在里面 那更好 看不出来才好 如果黏土积木 都看得出来 像我这样 那道性太低了 有意思 黏土挨积木 是这个道理 是用黏土来形容 人的原始创作 原始本体 是是 积木等于是AI 现在artificial 对对对对 他是堆叠出来的 堆叠出来的 那我觉得你这本书的祈求 是希望大家对AI 最起码 不要排斥 也要跟他学习 因为这个时代就到 就是爱 对 我看那个什么 我看那个日本岸田首相 他们就成了一个AI国家战阅 AI国家战阅团队 还有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我不知道 我这边有一个照片 就是一个简报的照片 我觉得人家就是说 因为你也知道 你看 你知道 也知道日本当年 要做半导体被美国压抑 是 所以现在日本很多企业 它很多的AI东西 可以外包给别人做 外包给别人做的 像他最大的 第二个最大的公司 KDDI 他很多东西 就是外包给 台湾的KK 可以看把你去做等等 这个就对他国家来讲 他他他他 即得要赶快成了 成立这个AI国家的团队 对 台湾就是数位发展部 对 可是AI国家战略团队 你听起来 他就是要朝面发展 所以AI以后未来有多重要 等等等等 不只在国家层 在个人的层次也一样重要 对对对对 我也相信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 有部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 嗯啊 我就打进AI 嗯 说为什么周处除三害 这部电影台湾软晶天拍的 为什么在大陆会红 他的解释是 因为中国的观众 可能会对历史题材 比较有信心 这个这个积木就错了 是是是 他就没有粘土 周处除三害是借一个 那个古兽的一个寓言故事 来做现在的一个 所谓的真型的电影 所以这就是人要去爱AI的原因 就是爱不代表你完全 接受他的一切 但你要熟悉他运作的方式 然后当你发现他错的时候 你要能够修正 然后同时庆幸自己有一些 AI所没有的能力 比如说人性独特的一些感情 或是创新 或是判断等等的 所以这本书写的就是说 在AI时代怎么样 我们在拥抱AI之后呢 去弥补AI目前仍然搞错 仍然不足的地方 讲一个大家听众朋友比较了解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写剧本好 AI来写一个剧本是爱情的爱情剧本 我们把这个元素丢进去让AI处理 比如说男女或者是然后有父母 然后有宠物 然后有外星人 然后有冰淇淋 然后有狗 有有有王文华 有什么什么 碰丢进去 他自己会拉出一条故事线来 对 可是这东西就算出来了 如果没有个人情怀进去 他可能还是不好看 没错 没有创作的情怀 事实上我做了一个实验 我把我写过一篇文章将我妈的叫做三件九十九元 丢到AI里面请她帮我编辑 这篇文章是讲说我妈很省 喜欢买三件九九块的东西 然后她帮我编出来 结果我两者对照一看 我真庆幸我身为人 AI会把你文章改成怎么样呢 你还在烦恼母亲姐要送你什么礼物吗 让我告诉你有以下的建议 他中规中矩 他绝对不会出错 但是我原来写的是说妈妈常常帮我倒垃圾 我的垃圾和我的理想都被他从垃圾桶中捡了回来 但AI没有办法了解这些比喻 没有办法了解 个人情怀 AI非常在资讯的层面上能做得很好 但是他在感情的层面上现在还非常的稚嫩 这就是人类的机会 你置入之后以后他就知道懂得王文华的东西了 他以后就是你可以这样打 请用民作家王文华的口气形容三件东西多少钱的妈妈 你这厉害 没错 他很快就会这样 他很快就会比我老婆了解我 所以他自己会学习的 他会学习 所以AI的世界是太久远了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 好休想妈过来 对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可怕的地方 他再过两三年 也许这种善体人意的能力 甚至还超过了人 再加上他有时间善体人意 人没时间 你输入他说 你是王文华 让我告诉你 对 现在已经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你愿意把你个人资讯贯进去的话 他就依照你个人资讯 帮你建议菜单 帮你安排坐车到哪里 对 那这当然只是生活的事情 那情感的事情 你再跟他倾诉的话 那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个世界也会不得了 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很有趣 现在最大话题就是AI了 你看就短短两年 还不到两年 切GPT了 11月到现在不到两年 一年半 2022年 2022年 11月 对 当然他事前酝酿了很久 不过跟大众 他是跟下期开始 是吧 其实那些都是AI 那之后下期 我是说他公司开始吧 那家公司叫DeepMind 对 他开发了AlphaGo 就赢了人类的骑士 对 不下期比较没有情怀了 他还是有那么多strategy 就是 但是现在CHPT已经有情怀了 有有有 他可以告诉你 你 我联考失败了 我怎么办 他会先说 你先不要难过 慢慢的来想 接下来下一步怎么样 你的老师都未必会用这样的口气跟你说话 世界变化太快 这书中引领一个案例 已经有人做研究 就是你在网路上跟AI 征询一些医学的尝试 你得到的回答 比真人医师给你的回答 更具有同理心 还有同理心 同理心 他都比 compation 因为他会把一些同理心的词加入到他的 让你温暖一点 对 有意思 和上自来水源区官网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西业处提供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名作家 名网路媒体者 和那种王王华 你最好的好处是说 你理性跟感性融合在一起 而是一直不在乱学新的东西 在你的网路媒体叫什么 什么创新拉特 这是我做的一个网路媒体 然后跟大家分享世界很多企业 或者一些东西 Pioneer进步的一些状况 等等等等 所以你出本书讲现在最流行的AI 叫做黏土爱积木 好的意思就是说 黏土就像人 我们都是捏出来的 积木就是吸气球做出来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冲击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点你解释是最好的 不过你人生很愉快一点 说你所有新的东西都会去想学 对不对 对都会想学 会有资讯恐惧症吗 要不你一个东西不懂 会不会很惨 我就倒不会恐惧 就是说我就选择几个领域 你问我医学最近的发展 我也不懂了 但是你问我不管是企业的创新 或是科技的发展 这方面我就很有兴趣 可是母亲最近是你不好在住院 对对 你也不会去因为母亲住院的时候 你在旁边看书也对医学开始有兴趣了吧 那当然 比如说对于认知功能的退化 这件事情就会特别有兴趣 也是从小对任何不知的学问就很好奇 但是比较喜欢一些 有没有大取的取向 当然你喜欢文学了 还有公司管理 文学 电影 艺术 后来因为我开始念企业管理 就对企业管理产生了兴趣 国际趋势 后来又对企业管理中创新这一块特别有兴趣 对我们刚才谈的这本书主要是谈AI 给AI我就想就想说这就好像大同 大道之心也天下为公义了 老有所忠 又有所养 壮有所用 废基观察察者皆有所养嘛 又有所养 对 又有所什么 老有所忠 又有所养 壮有所用 然后 然后我说这些都好像意思AI以后都会照顾到各个层面 是是是是 所以应该是从小开始这种概念就开始慢慢的 是要像我们这种快70岁的人 对AI也要稍微的了解 你看你以前要有学费进好的学校 有关系才能够学习 现在不用了 任何人用AI就可以得到程度以上的学习 所以它的确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工具 对啊 如果活在以前 如果你活在以前 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想去读建宗去读台大 还是自己家这四学呢 对你这种人来讲 我觉得两种是不同的学习方式 建宗台大这些地方给你一个结构性的学习 最重要它让你认识其他的同侪 社会性格 社会性的学习其实是意义最大的 你说课堂里学的东西呢 坦白讲你真的可以在AI学到 但是人与人之间学的东西呢 哎呀那真的是要轻负战场啊 可是AI时代以后 人其实从现在work from home 在家可以工作 远距教学远距医疗等等 其实人的接触应该会越来越少 哎没错 不用讲AI之前 疫情来了大步都变这样子 对啊社会性格跟真的是越来越少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 虽然社会接触变得越来越少 但我们越来越珍惜人与人之间实体互动 我说我们四年没见了 今天在一起 我一听到你 我是王 我也是 那生若红中的二十多年来的回忆都来了 这样子吗 好那是那是我在看YouTube时候 看不出来的东西 那是我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 听不出来的东西 就是人还是要见面 还是要见面 那看着对方的眼神 感觉到对方微小的肢体互动 有一些感情就有一些信号 就会这样传达出来 可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所谓的ChairGPT开始 曾医师说两年前 对不对 开始这个人工智慧 以前人工智慧大家知道 这个ChairGPT让大家广泛开始使用 普及了 刚开始他的公司也是 就是跟那个跟人比赛下下围棋 对对对 可是围棋其实都是战术 看不到对方眼神 比较没有情怀 他是一大堆战术在里面 对不对 可是现在AI 他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他不管跟你对话或干嘛 已经开始有情怀了 哦 启齿情怀 这书中提到一个案例 他说有一个医学团体 做了一个统计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网路上 输入一些问题 请AI的医护人员回答 对不对 他说这些AI的医护人员回答出来答案 被评估比真人医师回答出来答案 更具同理心 你没听错 不是说他知识更正确 而是更具同理心 他这个累积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确计比这种东西是累积全部知识 会预鲁 然后他自己在学习 是 学习完之后再运用 没错 所以是不是他在学习这些东西 他学习这种东西的时候 任何咨询进来之后 他真理是 他会自己处理的比较和善 比较温柔的去把语气调成成这个样子 他把所有同理心的智慧都记起来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这样子一定很沮丧 所以有这样子情绪 我了解你 这些字词他统统记起来 在他的回答这个过程中 他就会善用这些字词 于是他的回复就感觉比较有同理心 可是他对人不一样 如果他比如说对某一种人 我就不要你同理心 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 你哥哥少bullshit这一套 对 你就会觉得他啰嗦 这样可以输入 假如我输入我的 输入我的这个 以后再未来输入我的资料说 我这个有点忧郁 最淘汰让我讲是 你不要忧郁 是你那位过去 你告诉我方法就好 对 他也会这样处理了 未来 现在就可以 现在AI已经可以个人化了 好 Chad GPT 他有OpenAI这家公司 有个新的产品 叫GPTS 就是说 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习惯 客制化一个GPT 如果你喜欢直接了当 不要废话 他未来回答你问题 就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喜欢温柔的对待 他会用你喜欢的方式 所以现在AI已经可以个人化了 OK 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就人的所有的发想 还一开始感性的 才进去找东西 对不对 那要不要反过来讲 比如说我做节目 我说到哪里 我现在已经访问三四百人了 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累积 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学心动的 对 新东西 学人吗 等等等等 学各种人的不同想法 那我是不是给上 上这个 那个所谓AI 比如上 Chad GPT说 我把节目告诉他 我喜欢访问台湾的人 或国外人都没关系 请列出 接下来我要访问的人 完全可以 这非常简单 对 然后我再 把我的心怀放进去说 这个我可以访问 那个我不愿意访问 这个我先访问 这个 他下次就预测的越精准 越接近你的需求了 而且他可以进一步 以后把你 预计问的问题 全部帮你列出来 你会发现 跟你想问问题还真相 对 可是我会这样 我会损失很多东西 我就会花了六十几年 所培养的灵魂 会越来越毛 会顿掉 stunt 会顿掉 当然 所以事实的喊停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做 你教人家 这本书有教人家事实 当然了 这个最后一篇 叫做人生的平衡目 是从奥运的一个比赛说起 就是你看平衡目 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残暴的运动 一个运动员 要在平衡目上走 还要跳 然后有些教练很残忍 他会在下面丢东西 所以我最后再写的 就是说 经过这所有的一切 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 在平衡目上上去或下来 那也是一个智慧 马上回来 对啊 所以这个很有趣 你想的是还蛮周到的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 基本上是 也是一种inspire 启发而已 对 就希望能把 各个方面 所以你看他分创新啊 你这个没有在其他专栏写过 就是 还是 也有一些有发表过 但是他最后融入到这个体系之中 对 所以一开始可能讲 个人的创新 然后到谈领导 然后最后进一步谈感情 就是跟人生比较有关的东西 对 你的还是蛮完整的 读书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你们会读书人 我现在 我如果人生 当人生也不可能出来 也不希望从来 可如果真的想起来 不过真的没办法 我喜欢东西 太清楚了 从小就太清楚了 这是服务器啊 从小太清楚了 其他东西不是没有兴趣 是我宁可大量花时间 去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好多东西要玩吗 不能一天脑学习 每个人人生情调不一样 像我这是杂学嘛 不会不会 那你就专一 我觉得你现在的累积 写东西的东西 我看这本书看 我觉得 我觉得东西还是要被活用活讲 对 所以其实写完了之后 测试一下 自己能不能把它清楚的讲出来 就是一个活化的过程 因为写是一个脑 讲是另外一个脑 人家听不听得懂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测试一下 看这个节目的听众 觉得如何 所以他一边录一边讲 所以在广告的时候 YouTube观众看到 基本上就是休息的状态 就尬聊的时间 尬聊时间 蛮好的了 访问点人 回忆点事情 想点 我都在做访问中想事情 想 你们能打到外面 想什么东西 那么多人 只有这几个 刺激很多的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王文华 王华大家不陌生 会很多很多东西 书也读的好 事也做的多 又在国外媒体 各方面做过事情 这五六年级生 所谓的主流道路上的价值观 可是现在 有孩子有妻子 然后还是距离在学任何的东西 还开了一个网路媒体 最近本书叫 年土爱积木抓谈AI 不过我觉得 你还是蛮好的 读了这么多书 到现在很多东西融会贯通 整理清楚 做服务业 告诉大家一些事情 而且还把它说的比较清楚 简单 而还从生活层面 跟国际的层面 一起去解释 这还蛮重要 读书还是很重要 活着更重要 我觉得 我在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 我自己发觉我的写作也有改变 好 不知怎么看 看结婚之前的文章 还是比较像在表演特技 希望能够卖弄或炫耀一些 不管是在文笔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可以这么说 但结婚之后 尝到了人生一些真正的甜美跟苦果 先谈结婚之后的苦果是什么 结婚过苦果 我们要开另外一个节目来 简而言之就是请大家多多看黏土爱情 尝到了一些人生的甜蜜跟苦果之后 我觉得那个文字会落地了 更踏实了 然后在地上挖的更深了 所以我觉得人生对于写作是很重要 活得越深就写得越深 对啊 看你的东西 现在真是看你一路以来 一路来的变化 像我就看的比较多 你大概的相对性的体会 如果说你到了一个阶段开始 真的是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尤其你现在接触这么多东西 所以你整个在 你认为你的学习过程是最快乐的 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之后 然后你慢慢去学习它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 给反出之后再给观众 听众这样的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孩子这些主题 大概是我学习过程中 少有的挫败 孩子 带孩子不好带 当然 现在孩子人家有种讲法 我不知道了 现在小孩子大概生下没有多久 就会花手机 这是不是人类的 你怎么知道 看也看得到 这是不是人类什么 DNN的残存记忆 还是怎么样 这就是贾伯斯厉害的地方 从人类学的角度 触及到人类的本能 当然这除了手机之外 包括这世界变得很复杂 也是原因之一 他们在学校接触到的同侪 甚至四五岁就可能会碰到一些霸凌的语言跟行为 都让做家长有新的挑战 那这些是从小到来没有人教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是进三步退五步的在学习 难度是比我以前学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的 你现在等于你的还等于是外星人 对不对 完全是 对你来讲 你跟他差五十岁左右的话 他已经在未来他就是外星 他们以后一定是太空旅行 他一定是各种面对状况 跟我们大概没什么经验可以传授 对 这个是太晚结婚另外一个坏处 就是你跟你孩子的年纪差距越来越广 你必须要加倍努力 才能略微拉到他们世界的尾巴 以至于跟他们有一些共鸣 你放心了你绝对看他长大 那没有问题 可是有个问题 其实AI世界对中老年人来讲 现在不是那么友善 这是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我相信听众朋友中 听我广播的也有些中老年人 包括甚至青年人有些 AI对他也不是很友善 会排斥会害怕 但是我觉得要好好用他 就让他们写文章做事情 先问他 就发觉他不见得比你聪明或怎么样 但是他提供一些基本知识 对不对 AI是有门道 他提供你基本知识 但是人才有味道 原来基本知识上 好厉害 我就想办法去了解AI跟人的差别 所以AI有人门道 人有味道 AI懂得表达意义 人懂得表达诗意 这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 中老年人 看穿了AI的本质 然后挖掘自己的优势 还是可以借由AI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 人家形容王华 就是说你做事情的理论基础 条理分明 然后层层堆叠 结论都很完整 可是我觉得在未来 我觉得在未来 你先讲这个东西 可能对AI来讲 你先把这输入 他可能讲说 你侮辱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未来会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这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活着有趣的地方 我羡慕你的工作 你看每天能跟这么多人 去探讨这未来世界可能性 我是我懂得很少 所以也会经常念白字 说白话 但不重要 我觉得你们都比较厉害 请你们来跟大家聊聊天 对这是很好的 能够提到你们这样的人 等等 我不应该算是AI 我应该算就是 我适合做这个事情吧 以老卖老 卖老皮的 光这就不知道 多少人 坦白讲我的同侪 很多人到现在 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 坦白讲 就算你知道了 时代的变化 也会打你一巴掌 让你必须重新思考 我真的适合做这个吗 怎么我适合做的东西 已经消失了呢 或者我适合做的东西 AI现在已经比我做的更好呢 于是你又必须重新诞生 重新再去寻找一次 不过每个年代 有每个年代的烦恼跟优点 我们那个时候的烦恼 就是资讯太少 四年纪生在南部 嘉义破卷村 对 可他优点呢 他就是幻想力特别丰富 他就幻想台北是怎么样地方 到台北看到中山北路车子这么多 这就是国外 你有很多幻想的能力 可幻想是一个创造很多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是 是本能吗 你看幻想发生 发明过火 对不对 对 可以发明很多东西等等等等 发明是可以创造任何东西 都从零到有的 这就是我们的优点 不是以后小孩子 像你的孩子会失掉什么东西 你都看得到吗 其实这我忧虑的一点 就是说当资讯已经这么多 他压缩到了幻想的空间 我好奇有一天 一个完全由AI做出来电视节目 会是怎么样 会像我们小时候 看伟仲哥做的节目 那么有趣 那么生动 那么不可预期吗 其实我会打个问号 现在编剧本 其实或者你先看Netflix 看Ott平台 很多 不管是Disney Plus 其实很多故事差不多 就是爸爸 像你这个老爸爸 生了孩子 孩子会受欺负 或霸凌 在泰国失踪了 你以前是当兵的 你当几年兵 两年 两年当很多 比四个月的兵 你还有些战斗技能去救他 这不是Leon Nissen最会演的 台湾国防部 然后投资的 所以当一年兵 比当四个月的兵 能够解救你在泰国 或者在柬埔寨被关起来 女儿 其实都差不多 这也就是一个问题 现在影音平台 很多故事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想回去看 真实故事 这也是一个变化 所以因为AI 他就是擅长 从机友的东西中 去找出模型 所以你要请他编剧 你大概觉得似曾相似 但是人 或者黏土的好处 就是他能够依照 他自己独特人生 去创造 从来没有的东西 就情怀 所以每个人 还是在生活面上 要丰富 我觉得 活着比写作重要 刚才我就这样说 对 很有趣了 这几年会有一个 基本上铺天盖地的变化 等到过了四五年之后 那个新的世界的图像 也许就会慢慢出来 看我还不能做 还不能做这种 还不能做传播 做传播就是 我觉得好玩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初 可以真的问你们一些事情 真的 你太客气了 老初做传播是好的 不过你这身材越来越苗条 要运动 要运动 是不是 要有纪律的 其实比较好的是重训 重训 重训 其他我都是休闲 就是重训比较辛苦 可是重训会让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肌肉会比较 对对有心 这很重要 嗯 这下有没有统计大家这个广播 这个线上用耳朵听的人 跟线上用YouTube听的人 我倒没统计 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个性 我做事情 我就跟错创 我没有什么分析跟大小 我可以做很大的 也可以做很小 我就只要顺我的个性去做就好 其他的一些都是种传播模式 传播模式也没有说 广播其实在媒体上来讲 它是文字的第二个诚恳的媒体 影像不是很诚恳 你看影像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仔细听到 可是广播说你这几天还讲话 对对对对 你会真的比较知道 对对对 为什么人类 我们两个像这样对话 是是是 冬秋在里面跑 对 其实YouTube大家会跳着看 就对对对 失去了那个脉络了 Hyperlink Hyperlink也可以 也可以 你说AI会统计 他会知道你的大数据 知道说王文华喜欢什么样的 Hyperlink 可是文字跟广播又不一样 尤其广播 我一个人这么说话 这么问问题 他的link又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有点像一步一步的要走过这个过程 对对对对 而不是用跳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喜欢 我觉得说话 有时候在广播世界里面 就像一堆动物 在一个声音丛林里面 互相听声音变回 有些野芒的动物 根本看不到Mate在哪里 他要飞过去 多精彩 最后一段准备回来 读书的会累积知识的 然后对社会有很多知识向想服务的 我是老初王伟忠 你太客气了 我们两个真是完全个性 方向都不太一样 太好 对 所以这种碰撞很有意思 相当老初要问你这些真的有知识的朋友 弟弟 但是很棒 而且你很多生活都在学习之中 不断在学习 我喜欢的就是反正我不懂 那就请人家来聊 我一老卖老挖一点东西 跟听众一起来分享 这才最大智慧 最近有另外一本很畅销的书叫 我可能错了 我可能错了 他是一位瑞典的经济学家 他后来变成一位僧人到泰国去修行 他本来是什么 经济学家 OK 变成了一位和尚这样 那他这本书很动人 他说他学到最大的一点 就是不带被自己的念头所欺骗 而常常告诉自己 我可能错了 这就是初心 这就你应该笑称自己是老初 但这就是初心 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点 这也是黏土比积木最大的优势 因为积木不断的堆叠之后 他会觉得自己就是这么雄伟壮观 但黏土才会就重来 就重来 因为我可能错了 对 你这本书里面有很多 我觉得我翻了一下后面这些东西 一些目录 看着目录就看到一个 一个读者 他大概有什么想法 新的变化 有些东西不是王华以前会讲的 比如说锻炼下班的意识 超捷径 开辟东北航道 别给生涯做规划 对 王华以前建中的 台大的 Stanford的 然后到国外公司做事的 滑Disney的 然后MTV的 还有什么 从靠公司进化到靠自己 还有别经营人脉 别经营人脉 别经营 他叫大家不要经营人脉 就拿这个来讲 就跟你 跟我们所看到王华不太一样 你也不是积极 盈盈的去做这个 经营人脉的事情 但你的人员是不错的 每个人说 王华你很客气 连人脉你都说不要经营人脉 就举例子来讲 你看我们经营人脉 现在脸书 让我们那么容易认识人 你的脸书可能有2000个朋友 你自己问你自己 百分之几你有在联络 你甚至百分之几 你还记得当初怎么跟他认识的 所以所有经营人脉 不能说所有大部分经营人脉努力 最后都只在经营人数 人脉跟人数怎么差别 脉里面有血在流的 那有血在流的人际关系才有意义 纯粹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脉上面的 你说那些人数都是没有血脉 都是脏笔 都是僵尸 就僵尼 就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脏病 了解 所以你的观察是这样 你观察也是跟年轻各方面 一路以来说不太一样 自己有这样的体会 会改变人生的优先顺序不一样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还蛮有趣 还有什么 这个厉害 小心斜杠砸魂头 不做什么更重要 斜杠是王华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 我刚才做台北之星 做一个台北好好玩 他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 举了好多例子 然后他什么东西好好玩 不管是艺术的文学的各方面来讲 只为斜杠 然后大公司也不做了 出来做斜杠 应该是最最typical的斜杠青年 所以我对我自己说 你说斜杠跟不务正业差别在哪 差别在哪里 你说台湾最好的公司台积电 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 金元代工非常清楚 你说王华 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 你看你说不出来吧 你现在反对斜杠 可是现在很多人很迷斜杠 现在很多不玩玩活干嘛 或者年轻人都迷斜杠 不是说斜杠不好 而是说当你在选择斜杠的时候 你要想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斜杠的这件事 有没有替别人创造价值 第二件事情 你斜杠这件事 有没有替你本业创造价值 他是为你的本业加分 还是分散了你本业的能量 这是你希望提供给年轻朋友的一些参考 在这本书里面 这是我算是我个人痛苦的经验 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多斜杠的事情 既没有为别人创造价值 也没有为本业加分 只是让我先前所讲的那一团血肉模糊 更加的血肉模糊 可是台湾有个王文华 可以讲诚实的跟大家分析自己的人生 因为很多人知道你也知道你的过程 也看你的书也是一个好事 反正这个过程都没有浪费 这都没有浪费 所以我通常写书把好的坏的 我懊悔的跟我光荣的都写进去 所以你还是先天下自由而游 后天下而乐 很精彩 还是小事料料 大未必加 这本书算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结合 有没有自己想再写一些比较散文和小说的东西 我写了一本书 我还没有出版 是我跟我太太的故事 真的吗 对 值得看吗 我觉得你问她的话 她可能觉得不值得一看 你觉得她比较小很多岁 所以我们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有一个基本的冲突 所以我就把我们这些年的故事把它写下来 是真实的还是 当然 当然它是以小说的形态 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都是受到真实的启发 包括当年我们从台北到纽约 在机场碰到 她还问我说 那个人看起来好像王伟宗 OK 然后我们以后就上AI看看 王华这本书值不值得看 可能会台阶什么样 好 谢谢王华就是我们访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顺能